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黄帆绰 吸收民间歌调在芭城传戏 并创作傀儡戏 逐步发展为昆山枪 四百多年前 明代戏剧家芭城人梁晨瑜 用明代戏剧音乐家 魏良甫的水魔枪填词 创作了《幻杀记》 使昆曲由清唱走向舞台 演变为昆剧 近年来 芭城扛起了保护与发展昆曲的大旗 与社会各界联手 努力把昆曲融入日常生活 融入旅游转型 融入特色发展 今年重阳节 昆山市芭城镇 举办了昆曲小镇 大雅芭城 2018昆山芭城 重阳曲会系列活动 夏政人 从赵桓 曾永毅等昆曲研究学者 昆曲表演艺术家 与来自全国各大昆曲曲社的 近百名昆曲爱好者 红聚昆曲小镇 交流探讨昆曲艺术 这个艺术的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够不断地吸引 反正一代一代的人来喜欢它 我觉得昆曲在我印象中 它就像海一样的博大精深 然后我也希望我能不断地去学习 然后通过我的一种学习和热爱 去影响身边更多的 像我一样大的年轻人 芭城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昆曲长廊 顾英雅院 重文书院 老街戏院等一批文化场馆 也在此次重阳曲会期间接派 在新洛城的老街戏院 芭城镇石牌小学 昆山小梅花戏剧团 为观众带来了胡家庄 牡丹亭 花木兰等昆曲经典名段 展示传统艺术静校园 取得的突出成果 剧团自2001年成立以来 挑选对昆曲艺术有兴趣的孩子 由专业老师进行培养 多年来 以累计培训学员超过千人 先后输送近30名优秀学员 至专业戏剧学校深造 我会继续努力地 长大希望成为一个昆曲演员 在舞台上给大家展示 这么优美的昆曲 把这个对文化的尊重 这样的一种 我想是一种价值观 或者是人生观 能够在它比较小的阶段 能够树立起来 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就基于此吧 以曲会友共化雅籍 江苏省昆山市八成镇的 重阳曲会 已成功举办四届 为传统文化艺术 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弘扬 搭建平台 开拓创新 日前 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 戏剧影视学院承办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 戏曲剧目研究 即戏曲表导演艺术研讨会 在中传国际交流中心 成功举办 此次会议 是一次戏曲专业 跨界的学术交流和研讨 将戏曲与文学 电视 电影 网络 美学 哲学等 进行相互交融和学习 今年我们开这样一个会 是想就现在的 目前的现状 就是戏曲在各个媒体的 艺术形态和艺术传播的效果 进行研究 我作为一个戏曲人 我感觉到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对文化生活的这种新的需求 因为有新的传媒手段 它可以足不出户 它有更多的文化生活的选择 此次会议 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戏曲创作的成就和发展 做了学术总结和研讨 并对戏曲表导演艺术 新编戏曲剧目 戏曲影视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搞好了电视戏曲 电影戏曲 广播戏曲 是有利于中华戏曲的传播 有利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就是戏曲界与传媒界 共同来研讨 这两者的跨界交融 做向更深层次的研究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参会的专家学者 对此次会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建议以后加强戏曲学术的交流和研究 建立在传播中的文化自信 为戏曲的发展 创造更加生动广阔的空间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梅兰芳纪念馆承办的东方与西方 梅兰芳斯塔尼与布莱西特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 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 以及日本 韩国 新加坡 俄罗斯 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 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 论述了梅兰芳的表演体系 他出访海外的收获 以及与斯塔尼 布莱西特表演体系的比较 认为中外戏剧之间是能够沟通的 中国戏曲及梅兰芳的表演艺术 对斯塔尼与布莱西特表演理论的形成 有着重要的贡献 虽然我们讲就是说梅兰芳 离他第一次访问日本 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 离他到美国去演出 也将近于90年了 我们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 研讨会的一个平台 中外的学者之间 有个很好的一种对话 梅兰芳是20世纪杰出的 京剧表演艺术家 他以他毕生经历 奉献于中国传统舞台表演艺术 在中国及世界戏剧舞台上 占有重要的一席 与20世纪享誉世界的 斯塔尼 布莱西特 微然定制 20世纪30年代 这三位艺术大师分别相识与前苏联 这三位在近百年来 对世界戏剧舞台有着深远影响 梅兰芳海外戏剧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他与各国戏剧家 艺术家 理论家的对话和沟通 为中国戏曲与世界戏剧的对话 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贡献良多 从我的角度来说 对梅兰芳的研究 不仅仅在于对历史的研究 对历史的认识 为我们未来研究梅兰芳 打开了更多的可能 从当代艺术角度来讲 我也看到了梅兰芳 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诸多方向 行为艺术 雕塑性 戏剧性等等 这次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我发现我就是学习了 我学了很多关于梅兰芳的一些知识 然后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像这种研讨会 让更多的外国专家 还有中国专家来进行讨论和分享 我想中国今天在世界上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来进行这三个戏剧家 把它放到一起讨论 事实上也是这样 也是要讨论文化之间的一些交流 这样的一些平等对话的可能 而不是为了要争一个名分的高低 或者是一个头衔的漂亮 为了让此次学术论坛 更贴近普通民众 本次论坛还特别推出了 《走向世界的梅兰芳专题展览》 以及一场名为《琴芳梅兰》的演出 这种公共学术的概念 在一般的论坛中并不多见 公共学术实际上就是一种 现在学术界的 要把纯粹的知识领域 进行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它通过各种各样的 这种社会活动啊 展览策划呀它是一种邀请式的 希望公众能够介入到 学者的生活中来 同时也希望学者能把自己 比较纯粹的求知的好奇心 分享出去 具有实用价值 就是通过这种邀请 公众参与的方式造福社会 在走向世界的梅兰芳专题展览中 不仅展现了梅先生的出访图片记录 还展出了很多从未面世的珍贵藏品 包括各类文献资料 国外有人赠品 出访纪念物等 泰格尔为梅兰芳亲笔提师的团扇 也在本次展览中首次显出真容 而由梅兰芳纪念馆 特别策划出品的《琴芳梅兰》演出 则用一种跨界融合的方式 将古琴与京剧相结合 由古琴名家杨青先生领衔 携手京剧名家 梅派传人胡文格 用古琴演绎表演艺术大师 梅兰芳的经典唱段 与应幽远的古琴演奏 配合原汁原味的梅派唱腔 实现了京剧梅派艺术 与古琴的对话 日前 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主办 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的 第十四届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 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举行 此次活动不仅一如既往地 吸引了来自天津的戏迷观众 还有不少海内外的戏迷票友 也慕名前来观看 这届票友赛和往届相比 应该还是坚持连贯 就打的房价都连贯 而且不断满山 而且不断的创新发展 是这么理解 和往届相比 这些参赛人数 地区应该说比往届都多 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 自1991年创办以来 已经成功举办了 十三届成人赛事和六届少儿赛事 成为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一道靓丽的风景 他推出的200名中国京剧 十大名票和十小名票 有力地促进着 全国业余京剧活动的开展 选手当中 参赛年龄最小的17岁 最大的是85岁 与往届不同的是 决赛首场 由港澳台及海外票友专场 打响投炮 18位来自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德国等国家 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京剧票友 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我们这次当评委的共同党部 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 把好的苗子选出来 能够更加地弘扬 咱们国粹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 我作为评委 我会履行我的职责 在公正 公平的原则上 把每一位选手的演出 很好的嘉义评审 在当天的比赛中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刘岁瑶 带来了一段道定 其实 这位萧太后 已经85岁高龄了 是本届大赛年龄最大的选手 刘岁瑶2016年 曾参加过一次和平杯 她表示 自己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非常喜爱京剧 至今痴情不改 京剧给了她良好的身体 和阳光的心态 这次再来天津参赛 就是表达一位海外游子 对国粹的酷爱 唱戏因为是用气来唱 所以全身运动一样 而且唱了以后很舒畅 年过八旬的 朱毅华是位来自加拿大的选手 学习京剧已经有60余载了 可谓是资深的票友 我在加拿大呢 是教京剧 就是把那个唱歌的 跳舞的都拉进来 到我们这里来去惊喜 现在有三十几个人了 经过激烈角逐 这一届和平杯 评选出了第十四届 中国京剧十大名票 第二届中国京剧 高澳台及海外十大名票 下一幕呢 我们将继续 一如即晚继续努力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的京剧国粹艺术 在世界各立呢 来发扬光大 第十四届和平杯 落下了帷幕 这一届和平杯 实践了振兴京剧艺术 复尽和平有益的主题 在全国范围内 评选了第二届和平杯金牌票房 和第三届京剧票友社会活动家 夯实了振兴京剧的基础 组织了票友连环演出等活动 当晚在和平杯的闭幕式现场 简单的颁奖仪式过后 还举行了汇报演出 演出 汇催了刚刚产生的和平杯中国京剧 海内外二十位十大名票的精彩唱传 CCTV空中剧院 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录制 将于近期在戏曲频道播出 人们期待着 下一届和平杯再次相会在天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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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